三位老党员建议中共二十大对党章做两项重要修改 作者董红毅、马桂权、田启庄 文章摘抄自网络图片 一、建议取消2017年党章总纲部分 最后一个自然断终的一句话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且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之一,当然必须遵守宪法 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享有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权利 由此可见,宪法授予中共的是有限权利而不是无限权利 有限与无限的差别有如天壤 百年大党党章怎能出现如此严重差错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段话最早出现在文革时期 是毛泽东针对各派群众组织大打出手 天下大乱,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发出的指示 属于特殊语境,没有普遍意义 在马业经典中,改革开放经验总结里也没有类似表述 如今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法治建设 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机构健全,政策法规配套 只要各司其职,足以确保国家稳定顺畅运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赵班赵超当年语录 用于指导今天实践,岂不是克周求见 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党委权力过大,身手过长 荒了自己的地,种了他人的田 党员领导干部贪污亿万巨款,买官实官有增无减 中央纪检机关,拒不采纳世界通行的公开官员个人财产方案 也不开辟特区用实战检验什么办法可行 难道查处贪腐只能永远在路上 共产党员理应成为社会道德楷模 可如今党员领导干部收入福利远远高于普通民众 只有百余元养老津贴的农村老年人,更是苦不堪言 既经严重影响了党的信誉,却看不到制度性解决迹象 党中央难道不该向全国人民交出一张满意大卷 宋举人大代表明明是人大的职柜 可长期以来,党委包办了所有代表候选人提名 宪法规定人大代表有权对官员履职问责 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智力官场弊端良药 可是党委一句不添乱,所有人大代表变成了看客 多年来,众多选民要求人大公开代表联系方式 人大迟迟不予回应 可见,享有最高权力的人大 已经猥琐到了何等不堪的地步 党出面领导一切了 许多公务机关便悄然隐身了 武汉疫情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司法机关居然没有按照 传染病防治法追究任何官员的法律责任 反倒是说明真相的李文亮医生 受到了公安训诫 如果再遇到重大疫情怎么办 难道还是用维稳模式应对吗 党章只强调党领导一切 却没有明确拥有或使用这一巨大权力后 必须承担的相应责任 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 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文献中 出现如此重大程序漏洞 拥有无限权力又不用甘责 谁还不封了事地抢着当官 这不是给买官卖官拓展空间吗 党领导一切与常识不通 与逻辑不顺 古今中外 没有任何组织得到过领导一切的授权 也没有任何人能做到领导一切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 不是为了独享领导一切的权利 普天之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如今 党的主要任务是 教育广大党员保持先进性 帮助人大早日恢复功能 多促政府正常履行职能 监督法律公平公正 公权力界限划分清楚执行到位了 党的宏伟目标也就水到渠成了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我党要跟上世界发展潮流 当务之急是改革现行领导方式 建议党章中增加如下内容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则 权力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 推进党政分开 各司其职 所有公权力必须得到法定授权 做到公开透明运行 明确权力编辑 责任 期限 评估标准 考核办法 重要岗位的主要领导人 要按时参加听证会 接受人大 政协 媒体和公众代表咨询评判 鼓励干部竞争上岗 限期推行差额选举 鼓励媒体批评监督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 用严密的制度 严肃的考核 严明的讲诚 杀助争权夺利 买官卖官的恶劣风气 二 党章第二章第六 款 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建议取消这句话后面的 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 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 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内容 这段话过于空泛 且与本款主旨没有关系 属于话是天足 个人崇拜事关国家兴亡 一句简单的 禁止 无法阻止阴谋家的野心 也难遏止居心叵测者 迎奉谴谋求升官的企图 要想真正 禁止 必须复制相应的制裁 惩处指示 建议此款增加如下内容 建于个人崇拜曾经给国家 人民和党造成了极其严重伤害 教训极为惨痛 建于我国尚处于权力过于集中 缺少公众有效监督制约的现实环境 每个党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 都要自觉与个人崇拜划清界限 批评 抵制 并举报此类行为 纪委要及时查处 搞个人崇拜活动的策划组织者 对利用职权 搞个人崇拜的党员领导干部 一律开除党籍 仅建议开除公职 我们认为 必须保持令出法随的强大压力 才能达到设立本款规定之目的 否则 个人崇拜很可能死灰复燃 文革悲剧完全可能重演